我又来了姐妹们 这些也都是特色了 先来尝个咱家没有的 这个是甜豆腐脑 它这个豆腐脑 就普通的豆腐脑 但也不会说特别滑 但是这个汤啊 它是里头加糖的 你就说不上来那个味 又不是说很甜 微微甜而已 再来一个咱没喝过的 这个叫咸豆浆 里头泡的油条 好像还有点大菜虾皮 像加了红嫩汤一样 感觉有点 略微有一点 发酸像带醋一样 咱不知道是坏 还是就那个味 我感觉这个 反正喝顺嘴的也行 这个是他们的 咸豆腐脑 就是 嗯 混沌汤 还有紫菜 虾皮 葱花 但是他们这里的豆腐脑 豆腐脑 没有那么滑 那边话说就是有点老了 这个豆腐脑 这个叫 呃 嗯 滋饭块 油炸一块 糯米 这个叫滋饭团 就是糯米 中间夹了块油条 这头是让我刚才吃的 这头是让我刚才吃的 里面有大颗的那个白砂糖 吃到嘴里微微甜 这个蛮好吃的 这个蛮好吃的 配甜豆腐脑刚刚好 糯米包油条 再多给一点糖就更完美了 这个啥啊 这个叫糯米酒 我本来是以为 就像 呃 就是 芡糕一样 糯米里面包的馅 但是收到手 是糯米油炸以后 裹着的糖浆 微微甜糯鸡鸡 没有馅 这个被我吃完了 这是他们这边的炒年糕 宁波炒年糕 台盘馄饨里头的 我上回头一回来这里的时候 就是吃他们家这个炒年糕 我觉得可好吃了 不知道为啥这次吃 也可能是我忘记上次的味道 我觉得不如上次的好吃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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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吧 吃吧 吃 吃 这个叫啥我忘了 但是这个说说话一点都不好吃 烧饼加油条 还加了点沙拉酱 这个应该是剩下的 可硬可干嘛了 我感觉不是很好 也可能是这家店不是很好的原因吧 这个方块跟那个烧饼加油条根本搅不动 在我们那这种豆腐脑都卖不出去 太老了一点都不滑 没有进嘴里收了一下子的感觉 你看他这样抖 他都不带断的 你说他多硬 就跟家里 就再硬一点就成家里的老豆腐了 这个边边我实在是要不动 牙口不太好 我先吃中间的芯 外面这个 你看就这种 都不带咬蛋断的你知道吧 不知道人家就这种口感 还是我买的都有问题 我感觉是这种口感 也不得地 我觉得很不错 这种口感 就不来 可以吃 好 不来 那么 另外 可是腹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油炸的条状糯米 然后炸了一层白虾糖 应该是这样 没有炸馅 拜拜